蛋饼那土豆香肠鸡蛋饼没听名字就知道得有土豆 得有鸡蛋 得有香肠是吧 对 那今天大姐把这个香肠呢 肯定最后出一个饼对吧 对 咱今天大姐把这个香肠切碎了 还配了一点芹菜丁 芹菜丁胡萝卜丁 胡萝卜丁 对 然后土豆蒸熟了 土豆我都蒸熟了 大姐这个蒸的时候是不是更不容易熟啊 呃如果是呃 呃 想让它熟的快点的话 就是把它皮去掉以后 切成片 切成片 这样可以快一点 明白明白 今天我给大家是就是 拿了一个蒸个的土豆 那都去皮 蒸完了以后就看不出来了 明白 这样我把它皮包了之后 我教大家怎么来做这个土豆泥 哎 这个土豆泥我们在家里做的时候 就像做鸡刨豆腐似的 反正就是放在这个盆里或者碗里面 就随便用筷子倒一倒 你有更方便的方法吗大姐 这个敲门我记得我在这个宝贝厨房 做了好多次了吧 需要跑去哦 我想起来了 来来来大姐 来吃不需要它 对 你看 你看看大伙看到 哎 是不是我做了好多次啊 几下它就变成土豆泥了 是吧 包括山药啊 嗯 还有芋头啊 紫薯啊 紫薯啊 包括咱们说的红薯啊 对 都可以 你要做成名字都可以 哎 这方式又干净 干净 卫生 很简单 你还不用清洗那个案吧 不用弄得满手都是 对啊 这多好 做完之后直接把它倒出来 这也是个小窍门 哎所以有人说这个活得看谁干 有些人干活利我 是吧 大姐属于这种类型 是得夸我吗 我是得赞美你 歌颂你 欧歌你 大姐 咱这个土豆泥又没调点味啊 调 要调味 好我现在改好了 我现在又求雨求一下吧 来 厨师 嗯 你你做的发真是好吃啊 刚才吃两个吃兴奋了 现在等着第三个 茶匹都下来了是不是 绝对了 我也被你够出来了 我来挖奖你 当然 谢谢 谢谢 来大姐 我把这个土豆泥给您请出来 好 哎 这个土豆泥已经在把它擀碎了 擀成泥了 需要加盐吗 盐 对 我帮你 好 把这些 够了 再来一下 够了够了 我们就千万也是 好嘞 够了 你够了啊 够了 把这些都加进去 好 那继续用手套呢 然后 继续用手套 哎 配个手套是吧 好 这个很简单 这个很简单 简单一做 你看颜色还好 是的 对吧 感觉大姐 你这个感觉像做一个馅似的 现在 我就先来做个饼 饼 哎 放点面粉 面粉 因为它这样 没有韧性 哦 我理解理解 放一点 一点 对 好 土豆太干的话 给它稍微加一点点水 要加一点水 大姐 因为加点水 你更利于它操作成那个团 对 我觉得还应该再加热大姐 够了 有点干吧 我试试哈 嗯 干吧 你看看 好 跟大姐混了几年之后呢 现在对面点也略有一点感觉 是吧 对呀 小这好大姐 OK 一定也很好吃 你喜欢吃土豆吗 宝宝 喜欢 喜欢 是吧 我也喜欢吃土豆 因为土豆的话 我发现 周围很少有人不喜欢它 不管你是老年人 中年人 还是孩子 不管你是中国人 还是外国人 我也喜欢喝巧克力牛奶 喜欢巧克力牛奶 甜的 是吧 OK 你吃这个可以配个巧克力牛奶 来大嘴 麻烦你倒锅里倒点油 需要浸一点油吧 是不是 好 厨房用纸秤一点油 OK 一点油 好 好 来 这一盒交给我 麻烦他就把那个油给我 好嘞 来大姐 好 好嘞 哎 蹭一点啊 就像做那个煎饼果的一样 对 给那锅底蹭上就行了 是吧 对 大家看 哎 好嘞 然后呢 大姐 这个期间呢 你把这个小饼放上去 就是给它像糊饼子一样糊上 对 看 啊 啊 明白 那底部的火力最小可以吗 底部的火力最小 最小 这个把它放上去就可以了大姐 放上去就可以了 哎呦 这团那个饼 再来一点的油 那个油有点少 我觉得有点少大姐 刚才说我图的时候就发现了 哎 这是煎的金黄豆要成那个 啊 明白明白 好 好嘞 那我们要是把这个蒸好的土豆啊 然后拍成饼这样放在锅里面 其实煎的时间很短的 很短 你看这 就包括这个芹菜啊胡萝卜 火腿啊都之间能吃的东西 确实 所以说它就不怎么入火哎 就把它煎成金黄色就可以了 明白明白 因为土豆也是熟的 确实 对 好嘞 那咱们把它团好 那怎么证明它手什么时候翻面了大姐 这个要等个三四分钟 翻面 三四分钟 对 这个要多次的蘸油 因为这个 要不它粘些太大了 把手上 对 因为手上土豆泥它是粘的嘛 对吧 拍的时候要不都粘在手上了 确实 我能理解这个意思大姐 嗯 好 好 那什么时候翻面呢大姐 定型的时候就可以翻 进行以后 下面变几步 一定要变成金黄色 好 就是这个温度啊 一定要最小的火 哎 微微的一点是吧 大姐加油 加油 哎 这应该算是韩式的一个土豆饼了 是不是大姐 啊 非常好的颜色 我要出锅了 来了来 土豆饼出锅了是不是大姐 土豆早餐 哎 土豆早餐 对啊 好嘞 你看它还软 哎 很鲜是吧 真棒啊 你做的时候看它还 土豆饼好好吃 门出来就好吃对了 嗯 你说什么大姐 我说你看到他当时做的时候 觉得很简实 很那种感觉 但是除了它还松很软 很好是吧 还好 来了各位 现在我们就送上餐桌 来吧 制作土豆香肠早餐饼所需的主料有 面粉 土豆 香肠 芹菜 胡萝卜 第一步 将蒸熟的土豆去皮 特别提醒您的是 要想让土豆成熟且绵软 最好使用蒸制的烹饪手法 如果将土豆煮制则更不易成熟 如果想让土豆快速成熟 可将土豆去皮后切成片状进行蒸制 第二步 将去好皮的土豆放入塑料袋中 用擀面杖擀成土豆泥 然后将其取出放入盆中 加少许盐条味 加入切好的香肠丁 芹菜丁和胡萝卜丁 再加入少量面粉 若此时感觉面团较干 可灼勤加入少量的水 揉至使其上劲 第三步 手中加少许油 取少量土豆泥面团 用手团成团后压扁 做成有一定厚度的小饼状 特别提醒您的是 手中加油的目的是 团饼时防止面团粘手 导致面团难以成型 第四步 锅中加少许油 用厨房纸将油在锅底均匀地擦上一层 下入土豆小饼 小火烙至三分钟左右 将其翻面再烙至一分钟左右 出锅即可 香软粘糯 营养前面的土豆香肠早餐饼 就做好了 您家的宝贝是不是也实质大动了呢 赶快在家给您家的宝贝 露一手吧